第三个问题 在三世信念中 未受菩萨界的居士是否可以当为恼和业重 在不得已的状况之下 可以 最低限度他要受三规五界 他才如法 才会有感应 三规五界 或者是受了菩萨界 如果有名无实 效果都不大 为什么呢 这个与鬼神打交道 最重要的是真诚 诚子灵 不诚那就不灵 你是真正受过三规五界 三规五界你做到 你没做到 光瘦那是假的 那有名无实 鬼神瞧不起你 你真正做到了 鬼神会很恭敬你 而且佛在经上这讲得很清楚 真正三规有三十六位互发人 那受戒呢 一条戒有五位互戒神 五五戒都受圆满了 都能做到了 二十五位互戒神 三十六位互发神 那鬼神怎么会不尊敬你呢 所以受了一定要做到 受了做不到 那是欺骗佛菩萨 也欺骗自己 也欺骗众生 那是有罪的 这个一定要懂 现在我们三规五界 菩萨界受了之后 为什么做不到 不但您这个做不到 更基本的施善业 施善业是基础 施善业做不到 那三规五界都是假的 那不可能做到 是施善业是佛家的基础 那施善业做不到 所以我们想 还有更深的基础 那就是孝正 人凭人善法 所以我们现在用地质规 来补习 补这个瘸 你地质规能够做到了 施善业就没有问题 很容易落实 施善业落实之后 这三规五界就可以做到 那就很有受用了 你说三规五界你做到了 你也相信的时候 三十六位互发神 二十五位互接神 你就很不容易了 所以一定要真干 你要不真干 干假的 没有互发神 你旁边是什么 妖魔鬼怪 妖魔鬼怪 有的时候跟你开玩笑 有的时候找你麻烦 所以这个不能不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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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